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姑娘 你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 谁叫你说我武功不好 在下失言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姑娘现在中了毒 身受重伤 宫位大减 实在很难替自己疗伤的 那我该怎么办 依我看 姑娘伤势不一再拖延了 不如由在下代劳吧 性命有关 江湖儿女不拘小节 好点了吧 好点了吧 我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姑娘醒了 失离之处 请非得已 三哥 五弟 屠龙刀 真是屠龙刀啊 我要把屠龙刀带回武当 不好吧 这刀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这屠龙刀不一定是那位姑娘的 再说 我们这次下山就是奉师命为这把刀而来 屠龙刀重现江湖 又是汝阳王的禁贡之物 师父担忧 汝阳王的毒计 目的是要引起武林争斗 如宝刀在武当的话 师父才能阻止这场浩劫 五弟 为了防止突变 我先带刀回武当 把刀交给师父 这样才能安心 至于你 我暂时先不走吧 那位姑娘的伤势还没有复原 现在对她离弃并不是我的作风 好吧 你随后赶来 那我先走了 传家 我要过河 好嘞 把刀弄下 我原不想伤你 是你逼我 不行 我不能就这样走了 郑翠山救我一命 我也还你一命吧 来点何人 六弟 是我 五师哥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 三师哥呢 他比我先走一步 还没到吗 没有啊 希望别出去才好 你就是龙门标局总标头杜大吉 我就是 你有什么事 我姓英 特来要你保汤标 这汤标非同小可 可是耽误不得 你放心 我龙门标局开市二十年来 金标 银标 金银珠宝 就是再大的生意我也做过 可就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差错 我就是冲着 你龙门标局的名声找上门的 不过 这趟标交给你 我有三个条件 第一 这趟标必须由你总标头亲自押送 第二 自临安府送到襄阳府武当山 必须日夜赶路 十天内送到交给武当派 第三 若有半分差池 别说你总标头性命不保 管将你龙门标局满门鸡犬不留 条件并不苛刻 只是语气挺大的 这是两千两黄金 是你保镖的费用 他身上有伤 不得耽误片刻 这趟标你接还是不接 好 这趟标我龙门标局接下来 出发 出发 快 快 快